大家好,今天是2020年10月16号,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中午的节目 今天上午我们看到互生四大指数的格局 和昨天的表现基本差不多 在一批蓝筹股的支撑下 上证指数相对深圳三大指数来说 还是比较抗跌的 另外北向资金上午是一个小幅净流入的表现 目前北向资金的表现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 另外昨天晚上我们提到创业板指数后面 很可能会切入到周一的跳空缺口里面 那么果然今天上午我们看到 创业板指数已经是切入到了周一的缺口里面 那么接下来创业板究竟是走一个头肩底 还是说一蹶不振 就要看关键位置的支撑了 那么从我们个人来说 我们觉得走头肩底的可能性相对来说会更大一点 那么这是今天中午的节目 详细情况我们晚上再聊一下 谢谢